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鹿港这个三路一小庙 五路一大庙的地方 有一群高中生 靠着跳八家将传承道教文化 他们是鹿港高中艺术镇头社 也是全台湾第一个 跳八家将的社团 鹿港有很多镇头 然后看了自己很喜欢 所以就刚好学校的社团就参加 看起来很帅 小时候看到 那个印象觉得很恐怖 然后就 看了看了就觉得不恐怖了 然后就觉得非常有趣 艺术镇头社的发起人 陈光烈是学校的养殖科老师 他当初会想成立社团 除了看上鹿港历史悠久的镇头文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养殖科有一个实用技能班 他们可能从小到大 从国小 国中 可能都没有机会拿过第一名 那我那时候打的算盘是 我们知道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要给学生一个成功的经验 做这个动作最重要的是要 参加舞蹈比赛 陈光烈希望将镇头提升到 文化表演的层次 借此增加同学的成就感 因此社团同学跳的镇头 以表演为主 不参与地方宫庙的活动 这就是我们在学校就参加一个跳舞 他会教我们怎么跳 然后怎么去 怎么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以外 还会参加一些比赛 传统台湾社会在神明出巡时 会以镇头为神明开路 镇头形式因此有音乐类 武术类等数十种 鹿港高中跳的 则是扮演神兵神将的八家将镇头 八家将主要就是 类似我们现在警察局 针对某些东西进行捕捉 由于八家将是阴间的警察 扮演他们时神态不仅要严肃 动作也要带有威严 这都是同学们认为很困难的地方 你要往上看 你往上看 偷 对 身体要很 我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对 然后在练习的时候 就很长就会直接笑出来 所以都要去憋住才能够 才能够保持他的威严 像走路其实很简单 但是要走得很庄严 很威武 像外面看到的其实有点困难 都会有一些转圈 然后要立起来平衡 每个人应该会在这一块 会吃得比较多力气 不是要去练习他那个平衡 不要跌倒 增加自己腿的那个耐力 该蹲马步就是该蹲马步 除了练习基本招式外 替每一位嘉将开脸 也是重要的仪式 所谓开脸 指的是人透过彩绘脸谱 扮演神的过程 陆港高中为了节省经费 采用了改良式的面具 这个面具是虎爷 我大概花一天的时间才画完 我们大部分都会去参考书籍 然后或者试试看 上一届学长的脸谱 然后自己去画 一旦戴上面具 就变成神明的代表 必须严守纪律 开脸后不能讲话 然后也不能喝水什么那些 就是只能含一下 然后就要突然那些 因为他们就是 比较遵循他们的传统 那他们有自己的几率 在同学的努力练习下 镇头社几乎年年都在 全国比赛中得奖 这确实让同学们很有成就感 就算没有读书 但是也是可以拿到一份荣誉 不只说是在课业方面的 当你比赛的通名次的话 可能会上台领奖 的话那个心情上的荣誉感 又无限的增加了 即便艺术镇头社的学生 是比赛的常胜军 但因为台湾社会长期对八家将的负面印象 他们在学校里面还是会被侧目 如果我们刚好是上课要出去 然后出工材的话 他们就说 八家将又要出工材了 又要去做拍事了 不爽还是不爽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跟人家吵接人 被冠上一个名字 就感觉就是那个行为很不好那种 不一定是每个跳八家将 关将将 关将手那个都是这样 对这群学生来说 只有用行动证明自己 才有机会翻转社会对八家将的可版印象 我觉得就直接以我们做出来的行动 就来让他们知道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文化 然后这些从台湾以前到现在所有的文化 一开始你都还没有做任何事 大家当然会以刻板印象来看待你 所以当你把这件事做好 做到了有一定的那个程度之后 大家反而就不太敢来跟你这样看待 我跳群聚爷 跳文差 跳舞差 跳干爷 跳刘将军 我跳群爷 我跳八爷 我是渡港高综艺术镇头社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赶快点选旁边的订阅牛 然后按赞给你的好朋友分享 如果不想错过更多第一手精彩影片 也请按下铃铛图案开启通知 让你发烧影片不露街 我们下车的订阅